这绝对是我见过的 最让人害怕和恐惧的杀人犯 男人叫李广军 他很爱笑 即便背叛了死刑 也一直面带微笑 心里十分扭曲 被称为可怕的微笑杀手 他的名字就是恶魔的代名词 曾让无数女性胆寒 从2006年9月24日到11月5日 他一路沿着310国道奸杀女性 抢夺他们的钱财 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先后残害9名女性 专挑长相漂亮的下手 如果不是一次意外 可能还会有更多无辜女性被害 2006年10月26号傍晚 一对情侣开车经过310国道 女孩尿急 想在树林里找个隐秘的地方方便一下 谁知刚卡车 就看到一个年轻女孩浑身是伤 躺在地上 生死不至 接到报案后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查取证 幸运的是 女孩还有一次气息 女孩叫小月 进行后的她向民警呼唾 下午遭到一个男人疯狂的殴打和侵犯 民警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就在当天早上 310国道发生了一起跟小月类似的案件 一名年轻女子衣衫不整倒在血泊之中 只是她没有小月性 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亡 算上小月 这已经是最近第七期女性被害案件 警方怀疑凶手是同一个人 为了帮助警方破案 小月回忆起那段痛苦不堪的经历 下班的时候 一辆轿车突然停到跟前 车里的男人说没钱加油了 想找个银行取钱加油 小月想起租房附近有一家银行 于是便热心地上车给男人指路 刚好搭个顺风车 可她忘记了 妈妈曾说过不要坐陌生人的车 危险男人在路上一直找她聊天 打听她有没有男朋友 趁她不注意一把将车拐进了偏僻路段 大哥你这去哪 咱们走过了 等小月反应过来 男人已经露出凶响 她直接把车开进树林 在车上对小月疯狂折磨 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小月已经遍体鳞伤 最后靠装死才逃过一件 根据小月的描述 警方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并很快查到她的身份 李广军2000年曾因强奸罪入狱 经过一系列的追捕 警方在11月5日 将逃亡的李广军抓捕归案 令人惋惜的是 她在逃亡路上 竟又虐杀了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子 不到两个月 八名女子被害 其中六人死亡 两人重伤 和其疯狂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李广军为什么会如此愁 是年轻貌美的女性 在审讯过程中 李广军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在此之前 她还杀了小姨子中美月 不止如此 她还想杀了妻子中美雪 只是一直没找到人 你可能想不到 这样一个杀人恶魔 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中美雪和李广军是二婚 她长相娇美 让李广军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化身宠其狂魔 把美雪宠上了天 确实太喜欢我第二老婆了 因为我第二老婆长得 精进潇洒 美雪并不知道 李广军看中的 只是她美貌的皮囊 她的前妻也挺漂亮 只是后来生了孩子 加上生活的摧残 最后任老朱皇惨遭抛弃 李广军虽然对美雪百依百顺 但却有一个 让人难以忍受的臭毛病 酗酒看似美满的婚姻 其实危机重重 2000年李广军 因酒后驾车被抓 失去了司机的工作 这个家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生活的重担 一下子全压在了美雪身上 估计二人大吵了一架 雪上加霜的事 老丈人突然病危 美雪急忙赶回了老家 空荡荡的家里 只剩下李广军一个人 他变得越发狂躁 变本加厉的酗酒 整天迷迷糊糊的 就是在这个阶段 他犯下了一个改变 很多人命运的错误 隔壁新搬来的美女 突然敲响了房门 李大哥 我是小杜 我刚才出来扔垃圾 门自己撞上了 我这又没拿钥匙 我现在回不了家了 那个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怎么把门弄开啊 行了 你 你先进来 穿那么少 让别人看着怪别扭的 来 还没等邻居想好怎么拒绝 他就强行把人拉了进来 此时的李广军已经酒精上头 满脑子都是坏念头 昨日的压抑瞬间爆发 他锁上房门 暴力侵犯了美女邻居 李广军的建设起义 并不是突发的 几天前第一次见到美女邻居 他就有了想法 只是被他压住了 这次小羊羔主动送上门 哪有不吃的道理 只是放纵的后果很严重 2000年10月 李广军因犯强奸罪被判入狱七年 他对女人特别恨 但在狱中却相当老实 卑质的服服贴贴 由于表现良好 李广军提前两年出狱 可回到家中 一切已物是人非 妻子早已不见踪影 只有离婚协议书和一封诀别信 在他入狱第二年 美雪就向法院申请了离婚 这样龌龊的男人 他实在不敢再要 在之后的几年里 美雪又遇到一个如意郎君 重新组成了家庭 不过他并没有透露新的住址 因为不想跟李广军有任何牵扯 字里行间都是绝境 没有一丝留恋 面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 李广军南海中 不断闪过跟美雪在一起的甜蜜画面 他不甘心 后悔和愤怒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他深爱着美雪 但同时又怨恨美雪背叛了自己 明明是自己犯了错 却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这就是李广军的混蛋逻辑 抱着最后一次幻想 他给美雪打去了电话 恳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然而美雪态度坚决 铁了心要跟他一刀两断 李广军心中顿时闪过一万种 报复美雪的方法 无人海 你别怪我 我不是人 2006年2月9日 李广军带着一把杀猪刀 找到了小姨子中梅月 想从他这里打听美雪的下落 却没想到 美月宁死都不愿说出姐姐改家的地方 丧心病狂的李广军用 杀猪刀将其活活捅死 既然找不到美雪 他就想通过报复社会的方式 输解内心的怨气 于是他在逃亡过程中 一路沿着310国道 从西北到内地打开杀戒 接连残害八名女性 如果不是意外落网 他可能还要杀更多的人 而他选择的对象 都是长相漂亮的年轻女人 在他心里 漂亮的女人都很坏 毫无疑问 李广军的内心早已扭曲 所以在女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才会说出那些吓人的话 让女记者小心一点 他可能会随时对他下手 因为我速度很快 一分钟时间就够了 被问起杀人原因 李广军表现出 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 他杀人如马 承认自己是视血恶魔 但似乎又心有不甘 面对记者期盼的眼神 李广军主动说起了一顿往事 在逃亡过程中 他曾遇到一位老太太 本来是想讨完水喝 可老太太非要留他一起吃饭 一路逃亡 他从未遇到过好心人 心里难免有些感动 老太太无儿无女 注定会孤独终老 那一刻李广军心底 生出了恻隐之心 临走之前 他给老太太留下500块钱 或许是老太太把他感动了 但李广军最终还是没有回头 将杀戮之路走到了底 2007年12月20日 李广军被判处死刑 终结了他的罪恶 也算是给那些被害人 唯一的慰藉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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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